好的 配音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整个康瑞台风 事实上从卫星云图当中 你看康瑞台风已经没有什么台风的感觉了 因为它的环流结构到了海峡 一个塑造地形 再来就是北边干空气的影响 所以结构越来越差 所以现在它虽然还是一个轻度台风 但是已经到了轻度台风的下陷 预计很快它就会变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而且它现在行进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我们透过最新一报的警报区域图 我们就进一步来看看这康瑞台风 首先康瑞台风现在的位置 已经是在马祖的东北边 190公里的地方 它现在行进的速度每个小时是37公里 往日本的方向前去 不过它走没多久 其实就会减弱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了 目前你可以看到暴风圈只剩下120公里而已 所以现在只剩下北部海面 还在海上台风警戒的一个范围 那么预计气象鼠也说了 在今天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就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那么整个康瑞台风的影响 也就告一段落 因为它其实走得也很干脆 也没有引进任何的西南气流 因此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整个康瑞台风它过来 还有影响台湾的过程 您可以看到康瑞台风 它是在这个礼拜二 礼拜二的时候它变成一个中台 礼拜三的早上八点钟 它就晋升为一个强烈台风 而且一路走来越走越强 暴风圈越来越巨大 这个台风之巨大已经创下了历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康瑞台风 它是以气急风的暴风半径 320公里强度强烈台风的姿态 袭击台湾 就在昨天下午1点40分的时候 从台东的成功登陆 然后在昨天傍晚6点40分 从迈寮迈寮出海 历时5个小时的时间 这其中你可以看到 它创下的一些记录 首先它是近30年来 最巨大的一个强烈台风 侵袭台湾 登陆台湾 然后也是16年来 一年内有三个台风 登陆台湾的一个记录 另外这一次的狂风跟暴雨 我们可以看到 在南雨绿岛 风滨 河欢山顶 都是超过17级以上的强阵风 而风有没有更强 事实上很多的侧风仪 完全都被摧毁了 然后在河欢山人工策站的部分 也创下了史上最强风 14级强阵风 这样的一个记录 那么因此从阵风排行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事实上这一次 整个都是爆表的一个风速 包括南雨台东 河欢山顶 风滨 登陆点的成功 这一次也有16级的强阵风 而且这也是历年来 相信全台各地都是最有感的 尤其北台湾 台北刮出11级的强阵风 这也是这八年来感受最强烈的一次 所以这一次让大部分的观众朋友们 对于康瑞台风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新闻当中大家也看到了 露宿岛的岛 那么路断的断 那么雨量的排行又是如何 我们也赶紧来看看 总雨量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排行当中 秀林这边这一次已经累积 就是1233毫米 大同1204毫米 这一次完全符合了中央迹象署 对于这一次宜兰跟花莲山区 总雨量的预估完全达标 那么第三名在台中市的 和平山区也破千 来到1034毫米 包括台北市的晴天刚 还有屏东的春日 也都突破了600毫米 这样的总雨量 狂风跟暴雨在这一次当中 其实对台湾的侵袭 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至于接下来的天气又是如何呢 事实上随着台风逐渐远离 那么降雨的话 也会逐渐的趋缓 就今天白天来说的话 因为受到它这些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西半部地区局部还是会有一些降雨 尤其在山区会是比较明显 可是到了晚上之后 您可以看到整个天气 其实降雨就会缓和停歇下来 倒是接下来的礼拜六跟礼拜天 我们要提醒北部东半部 因为又有东北季风要增强 到时候北部跟东半部的迎风面 还会再下一些雨 天气上也会转凉 那么所以在这一次 鼠丽特别提醒大家 以最后提醒的几件事情就是马祖 马祖现在其实还有一点风大 雨大的情况 那么中部山区今天也要注意局部会有大雨的 那么今天天气上 因为吹的都是偏西南风偏南风 所以大家感受上会是比较闷热 而且潮湿一点的 海面上现在的风浪还是相当大 因为在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两到三米 东半部还是会有三到五米左右的浪高 沿海也都有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预计要到晚上 风跟浪才会明显小下来 所以还有就提醒了 因为现在到处一片狼藉的情况之下 不管是今天接下来你要下班 或者是明后两天要外出 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路况上的安全 位在马祖的东北方大约190公里的海面上 目前它是一个轻度台风 强度已经持续减弱到近中心 最大风速20公尺每秒 而它的暴风半径大约是120公里 而未来随着它逐进的往东北方向移动 强度上面还会持续的在减弱 所以在今天的深夜就可能会减弱 为热带性低气压 不过目前它的位置还是距离北部海面稍微比较接近 所以说我们目前还是有针对台湾的北部海面 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 而如果这个台风减弱的速度以及移动的方向 都如我们所预期的话 我们也预估在今天下午的两点半 有机会就解除整个海上的台风警报 但是在这个台风的影响之下脱离的自乱期间 我们在今天可能在沿海的浪还是比较大 而风力上面也会有一些较强的阵风 雨势上面则是有逐渐减缓的情形 我们先来看到在海面的浪的部分 在海面的浪的情形可以看到 从今天白天到晚上虽然是一个逐渐减弱的过程 不过也可以看到 今天白天普遍都还是有1.5米以上的浪高 尤其是在台湾的北部海面 还有宜花的这一带 都还是会有4到5米左右 那在台湾的东南部约3米 所以说在台湾的北部东半部沿海 以及蓝宇绿岛还有马祖附近 这整个浪况都上面是比较高的 在今天晚间开始的话 整体来说在北部以及东半部这一带 大约减弱到3到4米左右 但还是相当比较大的浪高 那再来是我们未来的整个风力的趋势的部分 可以看到在今天的白天 大致上面随着台风的远离 主要台湾的风场是一个比较偏西南风 在沿海的地方像是整个中部以北 还有在东半部的沿海以及马祖附近 都还是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阵风 而在西北沿海 尤其是桃园新竹的这一带 近内陆的地方 风力上面也稍微比较强一些 而到了今天晚间开始 整体的风向上面转为比较偏西风 进一步还会转成西北风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沿海的风力会进一步的减弱 不过在西北风的影响之下 我们竹苗这一带明天清晨 可能也有一些降雨出现 那所以我们目前呢 是还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康瑞台风加速的远离当中 估计最快呢 将在两点半要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关心到也确实啊 在气象局最新一报来说 陆上海上台风警报是有区域的跟动 我们来看到台湾本岛呢 现在已经脱离它的暴风圈 在早上八点半的时候 已经脱离了康瑞的暴风圈 所以目前来说呢 这个只剩下马祖呢 还有陆上台风警报 但是在本岛地区呢 是已经解除了陆上台风警报 那在海上台风警报的部分呢 就剩下的是台湾的北部海面 但是就像佳婉说的 其实中南部地区都还是要特别注意到 而且我们要来看到康瑞台风啊 这一次大家说真的是有感受到它的威力 因为不管是风还是雨呢 这影响都是相当剧烈的 我们就来看到了这个康瑞台风 它到底为台湾带来了多少的雨量 雨量排行榜我们一起来关心到了 在花莲的秀林乡呢 就有突破1000毫米 是有1232 再来就是宜兰的大同乡 还有在台中的和平 也都是有超过1000毫米的雨量 那么另外在台北的晴天岗呢 还有屏东的春日向 也都是有超过600毫米的雨量 而且不只是雨啊 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 像是在双北市昨天 其实感受上风都是相当明显的 像是在新北市呢 就刮起了有11级阵风 还有呢在这个台北市同样也是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呢 吹了变东风的关系 东风 霞管东风的关系呢 一吹进来这个台北啊 就是因为地形的关系 双北市呢 其实风都会相当的强劲的 好 那不过我们要告诉大家 现在雨还是会持续的在下 下在哪里呢 我们就要透过雷达回波图 来告诉大家 其实现在来说呢 整个时雨量呢 都还是啊 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是来的比较多的 现在时雨量最多的地方 就是在台中的和平 24毫米 另外就是在高雄的桃园呢 是有9毫米 但是今天这个雨呢 其实是会有变化的 会由南往北来递减 从雨区域报来看 会更加的明显 在上半天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发现在中部地区啦 还有在南部部分地区 山区都还是会有降雨 那在北部呢 同样呢 也是现在上半时间 都还是有在下雨的 但是随着晚间呢 台风又往北了之后呢 可以发现整个水气就会减少了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水气呢 是会由南往北的减少 那再来明天白天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 有东北风的关系 所以降雨呢 又是以东半部为主 那晚间的时候 明天晚间的水气呢 就会集中在整个北部地区 好 所以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了 虽然台风已经远离了 不过啊 在沿海还是会有这个风 沿海还是会有 11到12级的强阵风 那预计来说呢 在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 都已经脱离了 它的暴风圈的范围 但是现在大家就是要 灾后重建 也是要特别提醒到了 其实现在看起来啊 虽然我们已经脱离了 它的暴风圈 但是沿海都还是会有 10级以上的强阵风 尽量不要前往